拍照记得传给我 新北市长侯友宜连任成功 高票横甩对手林佳龙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到新北戏纸视察星辰 燃气很旺 跟市长跟各位相亲报告 来到这得解决两个问题 侯友宜说戏纸最关键 近几年人口大幅成长已经超过20万人 塞车问题日益严重 还有前阵子大雨积淹水 现阶段已经请工程单位 着手进行道路拓宽工程 人本环境看起来更漂亮外 其实也加强排水疏红系统 让新北更有海绵程式概念 涂来大雨能吸收应变 路是天天在走 工程若完工舒缓塞车 民众会很悠感 第1月新闻王金轮 新北市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